陶五小姐 陶正安还记得吗 那个整天在陶正安身边沐浴天轮的女儿 那个时时刻刻想要讨父亲欢心的 为父亲的一张笑脸 无比愉悦的女儿 那个因父爱被放纵 无忧无虑的女儿 可能陶正安并不时常记起来 他却替他记得 稀里糊涂地输了一辈子 却阴错阳差地又回到他身边悄悄长大 不动声色地做一个乖巧规矩柔顺的女儿 也许等的就是这一刻 就这样坐在陶正安的眼前 直视他冷眼旁观他 心里带着一种戏谑的愉悦 即使在父母面前 子女的性命不算的什么 他真正恨的是陶正安在他面前摆出慈父的脸孔 暗地里又让大太太领着人 亲手为他毒药 这样狠毒的手段 不是为了遮掩他和赵轩桓的私情 而是为了将舒华嫁给赵轩桓 这样才能换取更多的富贵 他可以为他的错去死 却不能为了他们换取富贵而亡 陶正安片刻之后 眼睛里才有悔意 将舒华嫁给赵家 陶正安以为攀上了真正的富贵 却没想到赵信将他利用过后 就一脚踢开 现在所有的罪名都要他自己承担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陶正安正想着 薛明锐从外面回来 陶正安抬起头 慌乱中看了荣华一眼 荣华心里一笑 是恳求他 不让他将这些事 说给薛明锐吧 薛明锐深沉的样子 让陶正安已经没了胆子 更何况刚才的一席话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薛明锐重新坐下来 用明亮的眼睛 看了陶正安一眼 陶正安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薛明锐已经淡淡开口 那位叫红哥的嬉戏 被朝廷体用 要去地方做通知 陶正安的希望 完全破灭了 竟然连红哥他都不愿再帮忙 又是求救似的看向荣华 荣华静谧的脸上 也是一片惊讶的表情 薛明锐的 我和沈老将军有些交情 沈老将军要收两个徒儿 我的意思呢 是让红哥过去 陶正安的脸上不知道该有什么表情 手一抖颤上道 听说老将军 择图身眼 沈老将军到现在为止 只有一个徒弟 现在已经做到了正义品太师 荣华也没有想到 薛明锐对红哥会有这样的安排 给沈老将军做徒弟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红哥毕竟是陶正安唯一的子嗣 能保全红哥也算是薛家尽了全力 很快 饭菜就摆了上来 陶正安却无心动住 薛明锐也是随便地吃了一些 回家的路上 薛明锐拉起荣华的手 和荣华一起坐进马车 荣华侧头看薛明锐 细长的眼睛里流露出柔和来 我已经让人另准备了饭菜 现在放在马车的石盒里 他总是想得十分周到 荣华微微一笑 点点头 侧头靠在薛明锐的肩膀上 侯爷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红哥的事 上次说到红哥想要去军营历练 薛明锐似是和他意见不同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提起 红哥现在去军营历练 你免不了要担心 只是他这个年纪的确该学着长大了 薛明锐不由得想起 前几日红哥拉着荣华 姐弟两个靠在一起低声说话 红哥一直在说 荣华眼角温柔静静地听着的情形 荣华抬起头看向薛明锐 这话听着 怎么有一股别的一味 神老将军对土力管束甚严 薛明锐拉起荣华的手 目光稍有闪烁 过去之后少不了要吃苦 不过对红哥这般年纪的孩子 也是好的 紧拉着他的手 仿佛怕他有别的想法似的 尤其是秀丽的眉毛一条 有些理亏 荣华仔细地瞧了薛明锐半天 这才开口 侯爷是觉得哪里不妥啊 薛明锐的脸沉下来 你不是觉得红哥不该早早地出去吃苦吗 荣华诧异的 我没有这样想 我只是觉得红哥远远不如侯爷 现在就去军营 说不定会惹着祸事来 侯爷能让神老将军 答应收红哥为徒 那是怎么也求不来的 再说了 男孩子吃些苦 那是好事 将来办事才会成稳呢 听到荣华的话 薛明锐的眉毛一挑 忽然笑了 安亲王在一处厮宅里 宴请了个人 这个人 让安亲王爷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才顺利地结交上 那本来十分狂妄的道士 见到安亲王爷之后 却甘心臣服下来 这一点 让安亲王爷心中愉悦不已 就是这位道长 送了安亲王四个字 贵不可及 安亲王爷身上的贵气 无人能匹敌 不管其他人在朝中呼声如何之大 都永远盖不过命 方先生 安亲王爷亲切地称呼 等到两日后京城下雨 本王必定写了足折 向皇上推荐先生 那位穿着道士服的道长 捋了捋胡子 一脸的高失莫测 白白手道 王爷不必如此 我也不是贪图功名之人 不过是和王爷有这个机缘 才会说几句妄语 怎敢去御前卖弄呢 过两日京城降了雨 我也该游房去他处 安亲王爷脸色一变 哎呀 先生万万不可呢 现在京城呢 是乌云蔽日 就需要先生这样的人指引 方能重见天日 方道长笑道 哎 皇爷言重了 天命不可为 不管是谁都无法更改 可王爷只需安心 先生 安亲王爷忽然一一败下去 方道长这才慌的神 忙伸手将安亲王爷扶起来 现在的局势 大大的不利于我 还请先生能救我 方道长半上才叹口气 安亲王爷见道长已经答应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方道长道 只是有一样 贫道和王爷都要守信 这一事才能成 安亲王爷道 道长胆说无妨 方道长道 很简单 贫道自然不会将此事 说于外人之道 王爷也不可将与贫道说的事 说给别人 就算是王妃和世子 也不可吐露半个字 安亲王爷笑道 哈哈 这又何难 我遵守便是 方道长这才点点头 王爷的确是有一个劫难 需要有人帮助 才能安然度过 安亲王爷脸上露出巨意来 只要先生能帮忙 方道长打断 安亲王爷的话 这不是贫道能做到的 那个人是王爷的福星 只要能让他站在王爷这边 王爷的大事可成意 安亲王爷惊讶地道 此人是谁 方道长沾了茶水 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字 安亲王爷探过去看 是个靴子 方道长道 王爷切记 与此人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安亲王爷脑海里 已经出现一个人 五目猴薛敏锐 马车停在薛府门口 薛敏锐和荣华 从马车上下来 正准备往府里走 荣华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 八妹妹 荣华转过头去 跟车的婆子提起灯笼 向声音的源头找去 这一才看到一盏不起眼的 羊角灯在黑暗中是明明灭灭 炎华脸色憔悄地站在灯下 旁边跟着一个小丫鬟 荣华转头看向薛敏锐 薛敏锐点点头 转身先进了府 荣华带着丫鬟婆子 上前迎炎华 炎华发病凝乱 眼睛哭得肿成了桃子 炎华怎么会弄得这样狼狈 荣华看看左右 低声地安抚炎华 六姐我们进去说话 炎华这才点了点头 荣华带着炎华往府里走 锦绣已经打发人进府去 收拾一间厢房出来 也好让少夫人和六姑奶奶说说话 进了屋 荣华借着明亮的灯光 看清楚炎华的样子 顿时大吃一惊 炎华脸色枯黄 眼睛是暗淡无神 嘴唇干涸地裂开了鲜红的口子 头上也不带任何发饰 整个人是狼狈不堪 竟算是在桃府 被大太太责罚关起来 也没有到这种境地 而且身边竟然连香巧都没有带 只带了一个大概十一二岁的小丫鬟 荣华让人倒了茶 亲手碰给燕华 六姐到底怎么了 不问还好 这样一问 燕华的眼泪顿时就倾洒出来 爸妹妹 我真想一头撞死在外面 可是我又不甘心 这才迷迷糊糊地走到你这里 旁边的小丫鬟也跟着哭起来 荣华看一眼木槿 木槿带着那小丫鬟下去 爸妹妹 燕华一把拉住荣华的手 我知道我这个人做了许多的措施 该受到惩罚 我的生我死的时候 我都没有去看一眼 我从那时就背了罪 数不完的罪 可是香巧没错 她却 荣华心里一惊 六姐 香巧怎么了 燕华哭道 蒙春之 有件香巧输在房里 香巧不肯 孟家就说香巧死通家里的长工 香巧 她就一头撞死了 香巧死了 那个忠心护住的丫头 死了 那个自诩书香门地的孟家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让孟家为香巧 准备好一些的棺木下葬 谁知道孟家说 说我带来的丫头脏了家里 说不定还会影响孟春之的秋为 孟家还说我善度 不准孟春之那且有义无所处 要 要休了我 燕华才嫁去孟家多久 孟家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七年五十以上无字 还能听力数以涨 燕华还这样的年轻 孟家就要以一无所处为借口 休妻 看燕华的样子 香巧应当是向她所说 被孟家逼迫致死 孟家现在却反咬一口 八妹妹 燕华紧紧地拉着荣华 现在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了 孟家领着小丫鬟换了衣服回来 那小丫鬟哭着向荣华求情 上次大奶奶回娘家 大太太说 以后不准大奶奶随便地回去 现在可这么办才好 荣华看向燕华 燕华哆嗦着嘴唇 万念俱灰 大不了 还有一死 荣华收着猛地一收 看向燕华 六姐先别着急 安安时 我们再想想办法 从孟家到薛家 燕华本来就十分地疲惫 现在经荣华这样的劝慰 也暂时地吻下心来 荣华吩咐丫鬟 将她箱子里的新衣服拿出来 伺候燕华穿上 又让小厨房做了些清淡的饭菜 荣华劝为燕华 吃些东西先休息 自己回禀了薛夫人之后 回到房里 将燕华的事跟薛明瑞说了 薛明瑞皱起眉头 荣华道 六姐之前 跟我提过几次秋为的事 孟家人说 一定要先拜恩师 才会顺利地考中 我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看来 旧为将近 孟家是故意逼得六姐 无路可走 孟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薛明瑞扬起眉毛 你说的是约定门声 私下里接交主考官 从主考官的手里 得到透露的考题 互相约定为师生 等到学生金榜提名 必定忘不了恩师 这种事 只在前朝有过 本朝自圣族以来 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形 薛明瑞看向荣华 这是可考舞弊 涉及到的主考官 是杀头重罪呢 孟家到底是从哪里 打探到了这种途径 薛明瑞淡淡地道 孟家是想要跟我打听 谁才是这次可考的主考官 过了秋围 到了最重要的春围 孟家还是要问 荣华的 不只是要知道主考官是谁 还要借着侯爷的名义去拜会 现在的秋围 不过是为明年的春围做准备 毕竟考中近时 那才是最重要的 这件事他不应该管 要是送颜华回去 少不得要被孟家问 他不肯说 孟家目的达不到 依然会想别的法子折腾 可他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颜华这样不管 薛明瑞看荣华为难起来 家里也有空房子 实在不行 向孟家说一声 这种女人之间的事 侯爷如何懂得 如果他真的将颜华留下了 孟家借着这个画柄做要挟 要么他帮孟家一把 要么就说颜华私自在外留宿 坏了规矩 一样要两难 女人要遵守的规矩 是很多的 薛明瑞看过来 荣华笑着道 我先去安排 荣华将冯丽昌家的叫到跟前 现在时辰不早了 我不好回去 妈妈就跟着六姐跑一趟 务必与母亲说好 留下六姐住上几日 然后问问孟家的意思 由娘家出面 这样才是正途 也好断了孟家 投机取巧的念想 荣华又补充了一句 毕竟是亲生骨肉 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 亲生骨肉这四个字 陶正安心里明白 毕竟他今晚才和陶正安 说起杀女的事 总不能陶正安转脸 又对亲生骨肉 做出凉薄的事来 冯丽昌家的忙硬撑了 荣华又道 让人去给孟家报个信 就说六姑奶奶住在娘家了 其他的话一律不要多说 冯丽昌家的攻身下去 荣华又去看严华 严华坐在炕上 表情呆滞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只手紧紧地扭住帕子 荣华慢慢地走过去 严华听到声音 抬起头 表情迷茫 终于想了好久似的 似是想起了什么 立即就睁大了眼睛 拉起荣华 八妹妹 我想起一件事 荣华看看屋里的丫鬟 等到丫鬟们都退了下去 严华这才融获质宝地低声道 八妹妹 四姨娘以前和我提起过一件事 她带在手里有些密钥 是能让女人怀孕生下男孩的 荣华惊讶地睁大眼睛 严华看看周围 脸上有些惬意 要不然 宫里的静妃 怎么能怀上龙子 皇上那么大年纪了 这些年宫里的娘娘们都没有消息 偏就让静妃怀上了 你说奇不奇怪 荣华一争 看向严华 严华的 四姨娘说 静妃入宫的时候 大太太让下人熬了好阵子的药 说是给静妃调理身体 后来也不知道 是通过宫里的谁带药进去的 大太太还收了银票 放在空心的簪子里给静妃送进宫打点呢 小宗的大家都知道 放进簪子里的都是大宗的 全是陶家宫中的银钱 这些都是别人不知道的 说着 严华就无嘴笑起来 静妃入宫前 大太太丢了一只镯子 在家里犯了个遍 哪里是丢了镯子 是丢了大哥的银票 最后怀疑到五姐头上 翻遍屋子 还是没有找到 大太太恨得不行 可是却认定了是五姐 五姐得病 大太太也就没有及时给医治 两个月 字幕提供